嗨 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回来这一期微笑的频道 今天呢 我们要来讲一个 其实是一句老话了 如果你们关注了一段时间 路易斯还经常说的叫 I approve of myself I approve of myself 他每天说 要让我们讲三四百遍 自己I approve myself 都不嫌多 他说 当我们去批评自己 或者怀疑和否定自己的时候 一天不知道要讲几百遍 打击自己的话 那么两三百遍 三四百遍 我们就讲I approve of myself 真的不嫌多 所以今天我就想来给你们讨论 他这句话对你来讲到底是有什么意义 以及我们怎么样更好地用它 来指导我们的生活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其实是 逐层加深的 就像人家说 读书是从薄到厚 从厚到薄 再到厚 对吧 你总是结合着自己的人生经验 去看作者说的话 才能够看出更深 更广的意义 那一开始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啊 是很表面的 我不太明白 在英语里面 Approve 它具体是个啥意思 那很多书里面 那很多书里面翻译成中文说的是认同 肯定 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最近发现这句话到底是个啥意思 你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到 你说 I approve of myself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来发觉一下什么中文可以更好的表达这个意思 帮助到你每天去自我的生命重建 你看 那 我们来举个例子 其实很多生命重建的人都会有一个倾向 就是我们害怕被别人批评 指责 怀疑 挑剔 不知道你怎么样 反正我是很害怕的 当我意识到我有这种内在的恐惧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我自己的力量是很薄弱的 是很微薄的 这几乎是 别人吹一阵风 韦多你不应该这样做 你这样 你这样做不好 你这样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完了 我做的是不是真的有问题 是不是我的品德不好 是不是我不应该这样做 哎呀我怎么又做错了 我怎么又没有获得所有人的满意 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就好像是现在跟你们说话的这个人是我 对吧 那假设一阵批评的风吹到我这来 那我的反应就是被风吹到 啪 一下 倒地上了 那理想的状况下是什么呢 一个有自尊有自信的人 他是怎么做的呢 后面我就去想了 为什么 别人的批评可以 仿佛 没有任何阻挡的 直接到达我的心里 我为什么允许别人的批评影响到我 我为什么允许别人的看法 影响到我 让我为了讨好 或者为了获得一个别人好的评价 去改变我的想法 改变我的行为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路易斯海还说过一句话 他说 没有人可以决定你脑袋里面想什么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事 可以控制你的想法 你是你脑袋里唯一的思考者 这句话 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悟到 就是符合我的意义 所以你们想一想 最理想的情况下是这样的 就是 这是我 这个是别人的批评 那么最好在中间是有一道滤网的 是有一道保护罩的 也就是说 别人对我的评价不会直接打到我 而我自己有自己的价值体系 我来肯定我自己 我不需要时时刻刻看别人的看法 来决定我这件事情做的对不对 或者我有没有价值 那 有一个例子 是在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里面 你们看过这本书应该知道 就是一个人问一个人答 对吧 那个人就说 嗯 我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时那个智者就说 OK 那如果你要是想要讨得别人的欢心 那你就想一想 你面前有十个人 每一个人对于好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为了获得他们的好 你就要在十个人面前做出十套不一样的做法 关键 还不一定就能确保 他们对你的看法是好的 那十个人还OK 那如果是一百个人呢 你见一个人就要变色出一套系统来迎合他们 那时间一长 你的价值体系建立在谁那里呢 你的价值体系是为了谁来建立的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其实也就是说 真正的肯定 真正的说 谁有这个 就是 敲 敲板 定板 敲定板 敲定的能力 就是一锤定音的这个权利应该在谁那呢 在自己这 对吧 所以 I approve of myself的意思 其实就是 我自己说了算了 我给我自己成名要了 我说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 很多时候 找我来咨询的 我的客户们 我发现 大家有纠结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 自己的声音 和 他认为的 别人的期待 有冲突的时候 就会有焦虑 就会有困扰 就会 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 那 这个时候我的工作 其实就是去帮他发现 OK 那他内心到底想要什么 你自己 想要什么呢 那做到这个还可以了吗 如果说你让自己高兴了 如果说这一次是符合自己的想法了 我们也不用去害怕别人对你的看法了 培养起来你的内心力量了 那这件事情还是个问题吗 这件事情对你还是个困扰吗 I approve of myself I approve of myself 真的值得每一天经常跟自己说 那有的时候 别人的看法会 经常在我们耳边转 那 小的时候 其实我们习惯了 去看别人的颜色 根据别人的价值系统 去 改变自己的言行 因为小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这个力量 去确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你想的时候 家庭 学校 对你的认可 对你的包容 其实是高于一切的 我们在很小没有力量 的时候 就是要看别人的价值系统 能对你怎么样呢 你还是那个当年 没有经济能力 没有自理能力的小朋友吗 所以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想 唤醒一下 大家内心的 自己的力量 提醒你 在你看到这个视频的这一天 就是时候 建立一个自我养育系统 也就是说 之前呢 我们都是看别人的颜色 来判断自己做的好不好 但是你今天看到这个 你就说 哦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 我不用一直看别人怎么样 我自己想一想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能够清晰的听到 你自己内心想要什么 这个内心的声音 这个内心的力量 它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长期的忽略它 就慢慢听不到了 但是如果你很尊重它 你很好奇 我到底是个啥样的人 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问到他 你想要什么 什么让你开心 你喜欢做什么的时候 答案都是 不知道 就比如说 在我自由职业的过程中 我经常是不知道怎么样去放松 休息 去玩 就是我发现我玩的能力 在这些年里慢慢的被 荡化了 我做什么事情 你总是在想 这个有用吗 这个 对我有帮助吗 好像什么都一定要 有一个意义 才能去做一样 而这一套 其实就是别人的价值体系 对于现在的我而言 我觉得玩 让脑子放空 让身体放松 对我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 只有当我是放松的 去玩的情况下 我的大脑 才会产生更多的灵感 让我做出这样的视频 跟你们沟通 而当我总是想着 这件事情 产出怎么样 效率怎么样 有用吗 有意义没有 我的脑子就过度上线了 而我的心 却没有地方去打开 那灵感就进不来 那讲这个 就是想跟你们说 是时候去看一看了 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心里的声音 在跟你说什么 不管怎么样 你记得 I approve of myself 就是我说行 就可以了 我不用 李张三说行 我不用李四说行 我才说 我今天可以 那如果李四明天说 你就是一坨臭狗屎 那你就真的认为 我真的是一坨臭狗屎 别人说 你今天什么又胖了 然后你说 哎呀 我可真糟糕 建立这一道 I approve of myself 别人说 你最近什么又胖了 那你自己知道 我最近可能是胖了几近 你说为什么呢 你就可以用 自我同情的方式 自我关怀的方式 也许是我最近压力比较大 所以我吃的比较多 也许是最近 家这边有雾霾 所以我不想出去散步 锻炼量变少了 肉就变分 不用去像别人一样 他批评我 我就要看低我自己 永远有自己的一套保护罩 I approve of myself 我说行就行了 其实就是 我给我自己撑腰 我说行就行了 的这种态度 你还带着这种感觉 试一试 生活一段时间 你就会发现 别人对你的那些 攻击了 批评了 一开始 可能是像 一个剑 然后你呢 是赤身裸体的 站在那里 人家一舍 你就被 中枪了 中剑了 但是随着你的内心力量 你的 I approve of myself I approve of myself 我听我自己的 我说行就行了 当你经常这样做的时候 就好像你在他之间 建了一堵墙 他那个小剑呢 就是到你这 哎呀 落地上了 一下子 哎呀 落地上了 其实和你没有任何关系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做 你情绪的主人 因为你是你脑汗里面 唯一的思考者 你不让别人的批评进来 他就进不来 你不让别人的怀疑进来 他就进不来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好像一个经典的例子 路易斯还说 如果有人骂你是一头紫色的猪 你会生气吗 你会沮丧吗 你会对自己感到失望吗 不会吧 你可能会觉得 这什么玩意儿 什么个破比喻 那啥意思 你会不会说人话 你不会往自己身上去想 可是如果你最近胖了几斤 我说你可真是个猪 吃他妈的这么多 这没用 会伤到你吗 如果说你平常 经常这样批评自己 如果你相信了 体型决定你的价值 如果你相信了 管不住自己食欲的人 就是没有用的 没有意志力 没有价值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会被我伤到 你会被这句话伤到 只是因为 你自己相信了这句话 所以我对你才会有影响 而当你说 不管我最近 我的现状是否满意 我都不会 我都永远不会批评自己 我都不会责怪自己 我更不会贬低自己 说是一个没有价值 没有意志力的人 我不会这样做 我只会问自己 来我们一起拉着手 我们坐下 看一看最近发生了什么 我来和你一起改善 我知道你也不想变胖 我知道你也想让自己的身材 看上去健康苗条有力量 那我们一起 我帮你 看到了吗 这个时候 你对自己的养育方式 就远远胜过了 其他人对你的贬低 不管他们说什么 到你这堵墙的时候 你是你脑海里唯一的思考者 I approve of myself I approve of myself I approve of myself 多说几句 如果你不说英语 你就说 我说行就行了 我说行就行了 我开始养育自己 我可以做自己 是我想要的那种父母的样子 OK 最后呢 我们来闭上眼睛 想一个画面 来巩固一下今天学到的 这个新的思想 你可以想一想 之前的你呢 好像是 没有自己的力量 没有人会保护你 陪伴你 这个时候批评 就很容易伤到你 可能你穿的 就是一件薄薄的 哑麻的袍子 很容易就受到外界的情绪 而从今天开始呢 你可以自己说 I approve of myself I approve of myself 我说行就行了 我说行就行了 我爱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你就会慢慢的强大起来 慢慢的 你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思考者 你让你的世界是平和的 喜悦的 那他就是平和的 喜悦的 这个时候 你慢慢的越长越高 越长越高 越来越强壮 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任何人都伤不到你 I approve of myself 给你自己身上 加上一个保护杖 一个你喜欢的颜色 你喜欢的形状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当你强大的时候 你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脸上的表情 是什么样的呢 当我肯定自己的时候 感觉可真好 对吧 I approve of myself 好了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 慢慢的睁开眼睛 拍拍自己的心脏 和你的右手 去拍拍自己的心脏 我给你撑腰 我给你撑腰 我在这儿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什么 更多的想要 获得指引 或者是想要我 解答的问题呢 你可以留在下面 OK 如果说想要 更多的了解 去延伸阅读的话 就去读一读 路易斯海的 生命的重建 这本书 如果你想听书的话 也可以在我的频道 搜生命的重建 那么去听一听 我读的版本 加上一些感想 在你开车 或者通勤 做家务啦 化妆的时候 让一些 有智慧的内容 在你这边环绕 会让你每天 都是在好的 在滋养你的 思想里面 你就会自然而然的 喜悦 开心 平静 接纳 这个就好像是 把你天天泡在咖啡里 你就是咖啡味的 把你天天泡在 花椒油里 你就是麻麻的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 多听一些让你感觉 啊 升华的东西 你就会变得 越来越健康 你的眼睛会亮亮的 你的皮肤会很饱满 你的 你的 你的咪咪会挺拔 上翘 你的屁皮 你的腰都会 就是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你的头发会闪亮 有光芒 你的 你的身边就会围绕着 越来越多 可以帮助你的 让你感觉好的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 用好你的脑子 一切都会变好的 I approve of myself OK 我和你们下一期见 拜拜 宇宙爱你 接收到了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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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